第十二轮疫苗预约 今天早上十点开泡 首批开放三十岁以上的民众 预约第一剂BNT疫苗 二十二号中午截止预约 而目前BNT疫苗供货稳定 数量相对充足 也让外界疑惑 BNT跟莫德纳同属MRNA疫苗 为什么不尽快开放AZ混打BNT呢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如果疫苗到货充足 有机会在十一月开放 他也加码透露 距离疫情警戒条件为一级 越来越近了 点进预约平台 等了快十五分钟 却还得继续等 让民众好无奈 疫苗预约每开B卡 几乎快变成日常 第十二轮疫苗预约 周一开跑 首批对象是三十岁以上民众 从十月十八早上十点 到二十号中午 都能来预约第一剂BNT疫苗 而现在BNT供货稳定充足 就让外界疑惑 BNT跟莫德纳同属MRNA疫苗 既然已开放AZ混打莫德纳 为何不尽快开放AZ混打BNT疫苗 对我它的一个功能 我想及早的打是最重要的 要看到货的情况 那有可能 因为这样的效果 可以持续更久 效果抗体更好 不是说好像说 好像等什么 有临床证据 再来开放的 因为早就有临床证据了 陈时中透露 如果疫苗到货顺利 有机会在十一月 扩大开放混打 而十七号 指挥中心宣布 二级警戒再延长两周 但十月以来 疫情控制稳定 新增的三例本土个案都是旧案 那么十一月一号之后 有没有机会再调降一级 专家认为台湾社区疫情已相当安全 只要境外继续把关 阻挡病毒防疫管制就能陆续解禁 解释 国内新冠疫情趋缓 各项防疫措施也逐步解封 还有医师推测 最有可能开始边境解封的时间点 落在明年5月以后的夏季 因为冠状病毒最活跃的时间 是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4月 判断不会冒险在这段期间内解封边境 不过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炳鼎则认为 只要两次疫苗涵盖率达到六成 边境就能够逐步的解封 而我国防疫有成 却也有副作用 像是不少基层诊所已经亏损倒闭 可能会成为未来边境解封后的隐忧 上山下海户外打球慢跑 总算都能拿下口罩 国内防疫措施陆续解封 下一步何时能开放边境 也成了各界讨论焦点 而同基层科医师谢中学指出 最有可能开放的时间点 会落在明年5月以后的夏季 因为冠状病毒最活跃的时间 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4月 判断不会冒险在这段时间内 解封边境不过有专家认为 时间点可以再更早 其实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很强 春夏的时候也是有一波的传染 所以完全用气候来做分界点 基本上是不见得最适合的 明年年初只要我们有把握 国内打到六成以上 我们会开始慢慢把这个国门打开了 有专家认为 招五国疫苗两剂涵盖率达到六成 就能先针对有完整打过疫苗 而且来自低感染风险的国家民众 做放宽甚至可以考虑免隔离 不过台湾在边境封锁和国内高强度防疫 防疫成功之下也有副作用 不只阻挡清冠病毒传播 就连常见的呼吸道病毒也都一起消失 不少儿科耳鼻喉科诊所 也面临裁员倒变的状况 恐怕也会成为未来边境解封后的隐忧 会有边境开放的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维持一定的医疗的量能 又有一些群聚感染的事件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在第一线的防疫的防堵上 就会出现相关的破口 毕竟边境解封 短时间内恐将面临轻症病人暴征 大量快筛治疗药物 更需要基层诊所全力支援 如何解决诊所的生存危机 也得积手重视 就你灵心听过了 高雄城中城大楼活警传出案外案 住在一楼不幸罹难的许姓男子 遭附近邻居爆料 是被哥哥反锁在房内 才无法及时逃生 经我了解 原来男子喝酒之后就会闹事 所以他跟哥哥协议 每晚将自己锁在屋内 多年来从没变过 没有想到会命丧活场 对此警方将哥哥带回移送 经过检方复训之后 念在两人手足之情 哥哥也据实已告 因此无包请回 高雄城中城大楼 17号爆出案外案 其中涉嫌将弟弟反锁房内 导致弟弟命丧活场的许姓哥哥 经过数小时的复训 终于无包请回 能够回家了 一场无情大祸 就此天人永哥 哥哥脸上满事不舍 也足以看出两人兄弟情生 事实上活警当下 住在对面的哥哥 就有接到弟弟两通求救电话 冲到一楼时 大楼意识一片活害 他只能站在门口又哭又喊 向消防求救 招魂一事 哥哥也是站在前头 哀伤不已 事后却遭邻居爆料 当时住在一楼的弟弟之所以 无法逃生 原因并不单纯 招不出来 你如果在楼前消息 没有说 招到门口又开了出来 你招在外面招到要怎么开 邻居指出 罹难的许姓弟弟 由于经常喝酒闹事 经协议后 晚上都会让哥哥将自己锁在 起火点对面的小房间内 平时哥哥会送上三餐 也会让他出外打零工 多年来从没变过 却没想到酿成悲剧 随后警方介入厘清 哥哥也被移送地检 许姓被告设有过失致死罪嫌 为考量已完整交代事实经过 并无篡证 逃亡等积压原因 检察官认为 罹难的弟弟 平时均有哥哥照料 念及手足情义 以及丧情之痛 予以无保请回 毕竟恶活带走 想以为命的弟弟 哥哥心中自责 难以言语 谢谢天安校正面 高雄草报道 高雄城中城大火事故 烧出了危老建筑的公安问题 立法院邀请内政部长徐国勇 率消防署 营建署等部会 针对危老建筑公安改善问题 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在前一天 行政院也跟内政部开会 要求各县市在一个月内 将危老建筑全面盘点列管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北市跟新北都还有十几栋 这样的复合式建筑 并且要即刻启动修法 强制成立管委会 从法治层面来着手 解决危老建筑公安问题 如果有搬签的必要 政院也严理要补助居民 政府总统和隔魁 周末都赶到高雄 关心城中城大火 伤患慰问罹难者家属 对于如何改善 危老建筑居住问题 政院严理要对居民祭出补助 协助搬迁 内部如果有弱势民众居住 也请内政部和卫福部 帮助地方政府 来安排相关民众 给予安心居住 行政院邀及内政部开会 下令各县市要在一个月内 把辖内老旧建筑 尤其是复合式大楼 通通盘点出来 全面列管 全台都面临建筑老旧的问题 根据内政部统计 尤其最早开发的双北地区 最明显 更要从法制面着手 即刻启动修法 强制成立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成立 当然不是万灵丹 但是它至少是 我们在消防公安 公共区域的安全等等 让它产生强制力的第一步 有了管委会 多一份强制力 不过很多旧大楼内 住的大多是年长者 或是弱势族群 以租房居多 管理上也更加困难 高雄城中城这个 围绕建筑主要 也是因为产权复杂 所以就没有办法改建 面对高雄时尚 最惨重伤亡的火警 夺走46条人命 中央跟地方加紧脚步 要全面改善公安问题 让民众才能 住得安心 记者零星街 无相赛特别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